雖然周杰倫現在人在中國大陸 但是他通告之餘知道說 在繫紙國泰醫院裡頭 一名他的鐵粉燒燙傷病患的 簡余婷有50%的燒傷 因此周杰倫知道之後 馬上就錄了一個聲音檔 替簡余婷來加油打氣 我們要聽一下 周董到底說了什麼 林宥軒 我是杰倫 簡余婷 你好 我是杰倫 哈囉 趙翔 我是杰倫 在這邊要為你加油打氣 希望你可以堅持下去 靠你的意志力 戰勝這些疼痛 然後我們會替你禱告 加油 你的家人都非常的擔心你 希望你可以趕快好起來 加油 事實上可以聽到周杰倫 擔心這個傷者簡余婷 因為50%的燙傷可能聽不清楚 因此還特別重複了好多次 他是周杰倫 同時周杰倫更捐了100萬 給這個救助的專務 而另外包含楊成林 也是聽到了有燒傷的粉絲 希望他能夠替他加油打氣 因此他也錄了一段聲音 強調說 請相信 一定會好起來的 來聽一下楊成林的錄音 我是陳林 我跟我的親朋好友 還有我的粉絲們 一直都在為你們集氣 加油 真的很希望你們的傷痛 可以趕快過去 呃...沒有任何人能夠 百分之百地理解你們現在受到的苦難 有多麼的難受 但是請你們一定要相信 你們一定會好起來 我們很多人都在為你們祝福跟加油 好 不只是周杰倫及楊成林 其中還包含了台中的一名24歲的陳佑仁 全身80%以上的燒烫傷 他最喜歡的歌曲 就是五月天的生命有一種絕對 而現在他的家人也在他的床邊拼命地放這首歌 也希望佑仁要深信的生命裡頭 還有許多美好的事情 絕對不要放棄自己 因此可以聽到許多藝人 都為他們這些錄音 希望能夠喚醒說 這個傷者不要放棄任何的希望